民国100年5月11号 当年桃园县警察局发现 网路购物ATM转账诈骗案有向上攀升的趋势 每星期约有50件利用网路、电话、诱骗消费者转账汇款的诈骗案 又以热衷网路购物的学生族群占了多数 当年桃园县警察局因而安排志工队前进校园 透过轻松有趣的行动剧建立学生的防骗观念 避免成为网路购物诈骗的受害者 另外当年桃园县警察局也印制了反诈骗宣导海报 同步装填在全线1360处ATM设置地点 提醒民众看紧自己的荷包 别轻易转账给不认识的陌生人 记者综合报导